車丸丸母子感情昇華靠母語 新手媽媽車丸丸昨天產後首次現身公開活動 她表示還差20磅才恢復懷孕前的身材 胃部母語的她說和寶寶的感情昇華不少 令她感受到胃部母語的好處 她還說丈夫好喜歡和寶寶玩 寶寶成為家中的娛樂部主管 多謝我 應該還有20磅 還有20磅 對 我兒子拿了20磅 我還有20磅 但臭不臭 原來我們都沒收拾牌 很睏 因為我聽健康院或醫生說 胃部母語是很有益的 那些記者朋友也曾經跟我說過 她們的經驗 還要說晚上如果埋身胃就更加好 好 因為晚上不做奶做得好多 那我還在實行這件事 我現在很難打 很累嗎 很累嗎 即是晚上很累嗎 晚上其實比較好 最初是兩個小時兩個小時 現在是長了時間 即是三四個小時 我覺得有進步 而且我明白為何媽媽會餵到三歲 以前我會覺得很大的承諾 但我明白媽媽和小孩的關係 真的在那個季母的過程 那時候 除了是那個 即是她吃得飽那樣的東西 還是一個很強氣的connection 我經常覺得我和我兒子 好像就是在那個 即是這個東西上升了 即是我永遠都是她起床之前 三分鐘起床 即是身體會 我覺得很驚訝 這件事 她都很乖 因為她只是吃東西才哭 其他就不太哭 而且吃完就立刻自己睡覺 又不用很多招呼她 即是掃風當然要 其實我一直都跟陪月說 我很想發明一部機 是吸塵機來的 但就吸了風出來 一吞進口裡就哭 就不用掃風了 她說如果你真的發明到這部機 你就會發彈 因為全世界的媽媽 都是為了這件事煩惱